直接掉了一个长船 胸部一停 马上是 有示意 才怕没有任何的表示 邓志云 想直接在边路一次船球 高强在无尽管来之间 实际上打前锋的 一般是给他推在前面 后来一直让他打边路 今天也是应该是打着右边路 左边路就是用幼儿三的小将 周俊臣打 今天是这个配置 朱建荣 也是吴敬桂来了以后 给了他很多机会 而且他表现得不错 他是青岛老将 后来去了申花 但申花就基本上打替补 有三个进球了 现在应该是这次球队的主力前头 是吧 他有高度 而且射门的能力也比较突出 永昌这边呢 藏一峰的这样的一个赛季报销 其实对于他们的边路来说 是有一定影响 没错 古特比呢 也是在赛前的时候提过这一点 今天是不是用小将流星雨打 是吧 一会看看具体的位置 是不是在那个位置 这流星雨也不能算小将 29了 皮肥体育的球迷朋友 本场比赛进球之后 苏宁一购将为大家送上现金红包雨 抢好货就上苏宁一购 幽精贵这个手势是不是要拉开啊 加油 加油 走 苏组奔到了右边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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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齐和队友想做一个撞强式配合 没有成功 还是永昌队把球控制下来 加油 没有机会 在后场 穆里奇 右边推上来 这一下看看 犯规了 犯规了 要呈肩 他的这个突进能力是非常强的 王伟的犯规 王伟判断很准 第一下这个停球 没有把这个球给卸好 踩了一下 任意球的机会 像马修斯这岁数 现在状态能保持得这么好 这真不容易 是吧 上一场球那个长途奔袭还打远着 是 是吧 跑了大概有五十多米 他的内切能力也很强 左脚 第一点顶出来 投球再顶到了禁区附近 看看下面的争夺 青岛队把球断掉 怎么有反击机会 这一下的拦截很重要 翻到了右路 十折 再给 刀翔 刀翔这边想直接塞 刀翔 队友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但两边倒是确实是拉开了 准备要这种鞋床穿球 但这种球不好打 或者说你这样起的目的太明确 人家防守起来也容易 先打对 还是打到了边路 再左路 回座 都不好敲 是吧 你看着前面进攻队员好像多 但是实际上位置有点远 是吧 位置有点远 这个呢就要求什么呀 它实际上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中场 组织型中场的话 它的移动 可以让你整个的队形变得紧凑了 对吧 有球区域的坚硬多了 各种变化也多了 这次拦截不错 直接打过去 送那个提前辆 拼速度 太深了 这有难度 不如给他脚下 五颗围棋 他的意识包括判断还是很准确 没错 他这队是搭子呀 就是青岛黄海这两队是搭档 刘家深跟五颗围棋 这基本上是 我印象中好像场场都打 表现得还是不错 有高度 是吧 有高度 而且整个的位置感也不错 你看 方方有球进攻时间路的差不太多 但是永昌这边呢 因为有个慕里奇 慕里奇回撤的非常大 有的时候就撤回来以后 让他去拿球再阻止 是吧 但是呢 还是 这个队员之间的距离远 不适合围着这有球的区域呢 搭配合 看看 在左路上来了 这个 刘正里还是没错 没错 球一过来的有球那个区域人少 这就麻烦了 你可能就要靠单兵了 单兵多难打呀 但是球拳一丢 就迅速地退回来 实际上这两球队 我感觉 确实是套路上 很多相近的地方 退回来 前场呢 不怎么抢 中场一般是退到中线的 是 又是界外球 不过这段时间 青岛队自己 失误比较多 开赛到现在 这两个队的球 我印象中说的很少 嗯 不过今天的正好看一看 但是我看 倒是看了很多场 你包括青岛队 上一场比赛 是吧 永昌上一场 淮夏幸福 包括他赢过 在平郭安那场球 是吧 这都很漂亮 撞强势之后 在边落 这一下的补位 还是很关键的呢 杨宇 是不是刚才在突破那一下子 落地之后 有手球的情况 刚才有 冯昌的队员在投诉 杨宇这也是老将啊 35岁了 对 辽宁队的 那会儿他在辽宁队穿6号 嗯 能打中尉 能打后腰 是一个踢球非常玩命 很拼的球员 是 其实这个赛季 他出场次数不多的 这是他的第三次出场 没错 还是对一个他一个王栋啊 这都是老将啊 嗯 是吧 这一会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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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那会儿在辽宁队 王宇 第一集 啊 啊 早期还有余汉超 杨旭也跟 嗯 百分百男士定制 青阳邀您观看中超赛事 冠军表现 无懈可及 用场队这边并不着急 对 还是把球控制一下 这两队一开始这开局 你看着都是路数非常像 啊 路数非常像 啊 一丢球马上退到半场防守 是吧 对 基本上所有的队员都在半场啊 都是半场防守这种策略 打长的多啊 特别细的小配合啊 现在 实际这两支球队都不怎么打 嗯 穆里奇这边再交 想法很好 但这个球啊 没有传好 今天其实在两个边路啊 永昌队这边上的还是比较深的 没错 实际上谁呢都等着对方先压出来啊 然后打你的反击 但是现在双方都不这么打 哈哈 丢球马上退 是吧 前掌也 避免跟你过多的 这种 短兵相接 是吧 市长有一个前锋逼一逼 其他队员都撤回来了 后边 就是基本上半场你看着 八个人都站好了 有球这种像前的长传球多啊 轎回来 三传两倒 实际上传递也不了计较 是吧 是不是有球打到前场 基本上都这路子啊 大概三四小球 可能这球就多了 就丢了 但是有球那一方呢 也没着急往前打啊 因为前面人也少啊 或者适度的打一脚长球 嗯 这球拳的转换非常快 这并不是非常快 快倒不快啊 非常多 那刚才这边又是抢下来之后 自己又犯规了 嗯 米娜了 还是长的 二连 你现在 进区之内 并不好 是吧 最近是并不好啊 但是机会有 打长的呢 就是你快啊 很快就能到进区了 或者能打到对方的身后 嗯 这样的话不需要有更多的队员参与进攻啊 但是相反呢 你这么打 这冒险系数也很高 是吧 你很容易就是人家球全就给人家了 一点人家拿得很好 特别是这种正面 加上人家这么深的防守的时候 你这种第一点基本上是对手的 而且像永昌这俩前锋 实际上也并不适合打这种高球啊 没错 反击他们更加适合一些 京党队在左边路的进攻 进区之内扣一下 没扣过去 球还有 哎呦 这下抹来了啊 抹来了啊 机会啊 小进区之内倒地 但是没有犯规 马上手抛球快速发动进攻 这一下子放铲 还盼这一下明少给了张黄牌 给杨宇一张黄牌 这个球的时候再看看啊 倒地 对接下来这效果很好 否则这反击就打成了 咱是不是犯规 来 马修斯对于永昌队来说非常关键啊 杨宇吃到一张黄牌 哎呀 这个镜头一拉近了就看出来了 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周俊臣的突破能力确实很强啊 没错啊 硬生生地抹进去了 没错 哎呀这个球 周俊臣实际上 啊 所谓幼儿三球员也一直是打手法的 嗯 整个的表现也不错 你刚才这下能看出来 脚底是有技术的 是 只有二十岁 对 而且已经有了 本赛季的一例中超进球 看是在后场的倒角 看看 穆里奇 在中路 陷入了三个的包夹防守 脚下活非常的细 漂亮 拉球穿当 犯规了 啊 他一拿球尤其是背身的时候 肯定人俩人就 至少这俩腰都上了 对 是吧 但是穆里奇 闲停信步 速度虽然比过去不行了 啊 脚底活还是细 你看这球啊 刚才这只拉球穿了一当 嗯 拉力的犯规 再给 嗯 青岛队的后卫这一次啊 保护得不错 小招 只得 牛镇里 敲響 这球 速度不快 而且有点飘 又是永昌队的反击机会 马修思把球停下来 越位了 邊踩 舉棋 這一下確實稍微有一點點的躍位 尼南拉 右路 試著這邊再給投球一擺看看高翔 在右邊落把球停下來 右腳再起進區之內 投球的解圍 又是尼南拉 上槍不錯 把球控制下來 打回來 楊宇 打了一個身後 打 打 嗯 我特別這邊可能是 手指要多轉換呢 多換位 青島隊的球迷 還是在邊路 還是在邊路 這是什麼呀 這確實沒有完全的放開手 是吧 沒有完全放開手腳 可是前面有 前面動了 我馬上這一腳長傳過去了 你拿球以後 或者這球可能就給對方了 或者我拿球以後就是單對單打 這個後邊的鏡不可能那麼多 是吧 這個開局實際上誰都不能放開 你看穆里奇這邊直接打門 這一球騙出了球網 這是一個機會 但是好像拉了 嚴重不嚴重啊 對 這球過來以後 他追啊 一發力 最後呢 這腳一個挑射 拉上 現在球員打到現在 尤其像穆里奇這樣了 幾乎常常打著 這歲數 這得做好了換人的準備 再看一下這個球 這橫向五個 是吧 就是壓著你那條後衛線 然後呢也是打長的 這個再夠啊 確實是容易這樣 對吧 因為這個球一反彈以後 以穆里奇現在他的速度能力來講 追著實際上是比較吃力的 所以為什麼說 這個有的時候要打著腳下好呢 是吧 往身後打著球啊 他跟馬修斯在追起來以後 都挺難受的 這真是不行了 要換人 這不行了吧 對 他這一下真是有點擄著往前追了 是 反彈這球如果再離得身體遠點 那個去 剛才這球好像確實還離身體遠點 這一反彈 他就身體再這麼一勾過去 是吧 很容易拉了 三十四歲 他能打嗎 嗯 應該是要換 他自己應該是覺得不行了剛才 申請離場 恐怕得換人了 小標智慧屏 Pro 再一次改變電視 看看青島隊 這邊直接是 想直接交進區之內啊 給高點 但是一下腳法沒有給好高降 沒錯 目力棋前八場 全打滿了 嗯 你想想 有四個進球 他要下了以後 這個對永昌整個的進攻是有影響 看看誰去換 還是保持進攻端這兩個外圓呢 還是怎麼著 在奧斯塔上 停球停太大 封鎖路 嗯 黃海進攻這路數也都得一樣 是吧 就是有球人家 永昌這也退回來了 嗯 也就全全 也是這麼打 是一個斜的 馬修斯 漂亮 人球分過 自己操 這是他喜歡的啊 再利用速度 太大了 太難了 嗯 這後邊三個後衛 這目力棋要帶上的兩個人 實際上敲一敲 是吧 一敲往身後打 他再一追 這換人完成沒有啊 應該還沒有 再右路 一對一 高降 下底 再傳 接座變換之後沒有機會回座米娜拉 後來接應 左腳再給東路 楊宇上來 分邊路 要起了 左腳再起 換人了 這樣的話 奧斯卡的上場 換下了穆里奇 繼續保持在風險當中的一種壓迫 今天賽後評書準備的就是穆里奇的故事 都是因為你要準備說穆里奇 對 不能這麼說 也想為他加加油鼓鼓勁 確實 老將不容易 對 前面八場都打滿了 你想想 這真是我覺得也有的比賽也都咬著牙上 對 是吧 是吧 所以剛才這種球啊 就是老是這種衝刺的球 身後 是吧 這種 這幾個老將都會有影響 是吧 所以 永昌適當的也 穩一點 嗯 他這會打那麼長的呀 包括往身後打 實際上都不好踢 你與其這樣 不如先把球控好 是吧 別著急 打住身位 我今天仰宇真的很拼啊 老將得起模範帶頭作用 楊宇過去踢球就扔了 上了以後就能拼了 嗯 也格外珍惜這樣的首發機會啊 嗯 這是本賽季第一次首發 還是在左路 打一個撞牆 王偉這下沒有接到 轉 進到黃海這一邊呢 上半時肯定是要 重心是在防守上 嗯 也知道你進攻端 這個時間正常 進攻端 球員實力強 而且最近狀態都不錯 下半時實際上他有扣手 是 如果亞歷山都已經能上的話 包括克萊奧 這一下他進攻端 可能就有變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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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號 留心疑 就是剛才我說的 以為是小技 實際不是 因為也沒怎麼看過了d9 實際已經29 就是打得比賽少 這也是他本賽季第一次守番 就是因為張一峰受傷 嗯 張一峰對於永昌隊來說 발的重要 對 這兩個隊實際上主力的班底啊 都比較穩定 就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是吧 大家也實際上教練也清楚 soc能打得有多少 你说这板凳后头有多深都不是 是吧 能打的也就这几个 个别位置可能出现一些球员伤病的时候 我出现一些调整变化 打幅度的轮休应该不会 吴金贵这一边呢 中场你像过去打中场多的 林雅吉多一点 是吧 今天休息 然后杨宇打 左边后卫那个位置 过去的燕子豪打过 现在这几场球都往尾踢 往尾踢的还行 往尾过去我一 应该打左边前卫 他边后卫也能打 上来之后奥斯卡来了一脚 也可以说这双方打到现在都没热起来 所以这节都慢 慢调碎脸的呀 打 除了我觉得 防守的这几个中场一般都忙点 是吧 始终盯着 防守进攻得上去 防守得防止对方的打反击 关键人物的盯防 包括杨宇 这几个人是累的 是 今天挺好对高翔很拼 右路中路他都有穿插跑位 但是呢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进攻边路的套路啊 实际上双方都是也很接近 边后卫推上你有机会 是吧 一对一打 因为这马上换了 跟前锋打配合 另外一个接应边路 再有那团围一些球 看着对方这个穆利奇下去了 那是进攻的核心 是吧 他这马上把自己进攻核心上了 奥斯卡把球挺好 得过去 把球铲出了界外 这次的防守啊 还是不错 王伟 补水事件 亚历山德里尼 已经是要准备上场了 这是换巴力 换巴力 看来吴之道有想法 这是啊 对方的核心下的一个 那你这个双方员 如果说原来是五股开的话 那现在呢 他就稍微占点优势 我马上再把主力换上 这就是六四 是吧 对 你要原来是六六呢 现在我至少给你打平 就是这样 马修斯在跟古特比 有一些交流啊 前三十分钟 他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 也没有特别好的那些呀 包括配合的机会 那莫里奇下场之后呢 他和奥斯卡也没有形成连线 中心之气外球 中心之气外球 真正对 10折 看看 楊宇再回給自己的中後衛 劉加深 直傳 打邊路 大利善德里尼再給 一個反向跑位 沒有給過去 看看奧斯卡 犯規了 劉加深的犯規 劉摩洛分到了右邊路 高翔把球碰出了邊線 雞外球 雞外球尾立 球全回到了青島隊這邊 後邊一拿球 首先找的肯定就是10號 是吧 先給10號那打 從他那開始再組織 青島隊這邊 節奏有點往上提的意思 高尾比搶了 這邊打了一個身後 看看 一腳 看看單刀機會了 進來之後三面的門下 哎呀 劉新瑜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這球越位了嗎 再看一下啊 這個難說呀 因為剛才給的那個 這個球也沒打上勁是吧 要沒越位的話 這真是一個好機會 啊 後邊處理球啊 哎 那腳就是趁著你 這個 青島黃海 現在換人以後 這就是有想法 是吧 我要改變進攻啊 肯定這上面一上來以後 前面的人這些球 後邊就要往上頂 而且打這種 直的球要多了 向前出球多了 這樣的話啊 時間中昌 實際上有反擊的機會 是吧 剛才這下就很明顯 你當你壓上 反而 對呀 這樣的內部啊 身後啊 功能就很大 你前面這麼攻啊 青島黃海 前面如果不能拿好球的話啊 人家這反擊以後 他這 其實進攻隊員 尤其是兩個邊路部退回來 嗯 一反擊 這邊路就可以吃你這邊後衛 是 阿里山德里尼來要球 是吧 你看他左右跑 再給我來 這球還是大 嗯 亞里山德里尼還是需要再 找找感覺啊 停下來 兩個人包夾 這球還在 再給亞里山德里尼 哎呀 太深了 亞里山德里尼說你這 給我腳下完了 是吧 一下力以後 追不上了 得緩緩 他上了以後也得慢慢地 試一下節奏 對 亞里山德里尼 就上這麼一人就是 你會感覺是什麼呀 就進攻現在活躍多 是吧 你邊路的本身不好打 人家老是二防二 二攻二這麼打 但是 現在有他以後 他八往這一接 你的邊就好打了 相反的防守那一方 就覺得吃力 嗯 對不對 過去我就對腿 現在過來這麼一人啊 而且老在這淚不著 撇著呢 對 老在淚不著接應 你說誰去看他 中衛跟出來 也不會 跟出來你就吃虧了 是 不跟吧 他在那太活躍了 體育前方報道團 好球 奧斯卡要跑了 這球又送了一個身後球 看看門將 牛站裡 用頭把這個球 先掙到了第一點 今天啊 到目前為止啊 特別是 亞里山德里尼上場之後 勇昌隊已經打了兩次身過 這一下還是犯規了 中場 打到了左路 北 奧斯卡 這球 走 跨流衛肯定是沒有 嗯 是吧 那劉新宇 你別說這個 幾次的這樣的一個 插了一步 還是造成了威脅 但是身體方面 伍克維奇還是佔據著優勢 有壓伸 這就是亞里山德里尼的一次傳球 反規了 他上場之後 整個位置是比較 相對自由的 左邊 右邊 都能看到他 這就是亞里山德里尼的一次傳球 中場 鴻木洛 再給 吳新宇 奔到了左路 左腳再傳第一瓶球 沒力好 嗯 這個球一下 純高球能傳好了 不容易啊 沒高點 是 前面這幾個人也沒有說 前後點這樣跑位 對 位置也比較俗 又是鄭志雲 嗯 在邊路的一次突破 有陣裡 上半場幾次的出擊 包括他的鋪就 表現得還不錯 扔一球的機會 扔一球的機會 右腳 第一點 五顆位置爭到了 第二點 把球頂出了邊線 永昌德際外球 蘇宁易購 這減10%省錢計劃 好貨低下天天有 好貨低下天天有 這個二點得注意 差點啊 這隊友之間出現了一次失誤 蹭完之後 蹭完之後 留下身把球是頂出了底線腳球 旋邊 前點 還是腳球 中路 没顶着 看着挺拳的 实际上 这还是永昌的球权 切外球 罗摩洛的冲顶 感觉是敏大拉 把这球给顶出去了 还是手榴弹 王鹏 品区内 第二点的争夺 让了一下 球权在亚里山德里尼的控制範围下回坐 再打给他 开走 百度 接外球 角球永昌队基本有两个 青岛队还没有角球 左脚在喘 这球让好了 当然到这球速已经下来了 还是要往这边给 这一下倒地之后碰到了这个皮球 台判吹了亚里山德里尼的犯规啊 罗摩洛 打过去 球又是丢了 这会直接打这种球 拿本身就不好拿 你再转身 神哲 神经尔穆里奇在这个永昌的作用啊 就跟亚里山德里尼在青岛队的作用是一样的 你别看他位置 可能很多的时候更靠前 还是杨宇 还是杨宇 云南拉 转到了左路 差点出现了 往前怎么打 现在谁想往身后打球啊都不容易 这后一线 这几个转移 他这一侧始终往尾这一边 在有球的时候下的比较深 你看亚里山德里尼刚才有一脚也是啊 直接找他那边 杜建荣再打人太多了 上不上不十两分钟 没错啊 你后背就后边人家站得稳稳的 是吧 就是一堵墙 你始终在墙这边 你要在墙那边行了 没出进 周星鱼再给奥斯卡过来接球 放外线 没有队友啊进去那 就他一个人 太难了 冬场 分边 用这云这边 冬岛队顺势也想打一个边路 但是这一下出现了 失误 所以要不怎么说这两支球队实力接近呢 是吧 打法类似呢 就是这个 都想着是打反击 但是实际上谁也打不出来 为什么你像永昌有的时候 打强队的时候反而好呢 就人家肯定是强队跟他打 就是攻着你打 是吧 这个他特别适合打反击 看这俩不是 都是打拉锯 是吧 搜索 要一个长船 投球百度一下 看看这边能不能接到球 江岛队把球给拿到 高强回坐 这个时候助裁判 陈英豪 追想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样的话 双方都没有任何的键数0比0 是一个平局 上半场的时候 第30分钟 亚历山的里尼是替补出场 而穆里奇这边呢 则是出现了大腿拉伤的情况 不得不会被换下场 所以看看啊 双方在中场调整之后 下半场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 我们也是稍事休息 所以一会儿回到眼博士 跟大家分析一下 上半场的比赛 一会儿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下半场比赛也是马上就要开始 您先收看的是由PP体育 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九轮 这是青岛黄海对阵石家庄永昌的比赛 上半场呢 两支球队是战成了0比0 都没有绝对的机会 在演播室当中呢 中场休息的时候 孟老师也是分析了 这个射门次数实在是太少 太少了 加起来三角 对 有一角射正 但是我都不记清楚哪角射正了 是 所以看看下半场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那是 勇昌队这边主要是莫里奇的 这样的一个受伤 确实对于勇昌队进攻端影响非常大 青岛队呢马上是出牌 亚历山的里尼出场 勇昌这边是 换两个 对 陈朴上 还有朴士豪也上 老城坚被换下 幼后卫一个调整啊 陈朴上 嗯 幼后卫上 幼后卫可能上半时经受点压力 因为那边王凯攻的猫 是吧 嗯 王伟 对对对 王伟 啊 王伟在那边攻的猫 始终当边方式 冥昌队的球迷啊 这些道场的球迷真是喜爱足球啊 是 真是喜欢看球啊 马修斯啊 看看下半场的时候 他能不能带着永昌队有一些变化 好的 下半场比赛也是正式开始 您先收看的是由PP体育 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九轮 青岛黄海对阵施加仲 永昌下半场的比赛 比分是0比0 本场比赛的解说是由孟宏涛老师 跟我们苗林一起搭档解说 中场 回座 马尤斯打到右边去了 把奥托卡推在封线上 是 陈璞是不是打得深厚 上半时虽然双方都没什么机会 但实际上教练 大概对方的进攻的一些套路 是吧 或者自己潜在的防守的一些危险 这下半是开始都得排除了 所以为什么这马上有个调整呢 另外一个可能也是 球员的什么伤啊 什么体能啊 这方面的考虑 马尤斯这一下啊 腿部又被蹩绕了 米娜拉 这俩打这俩啊 厚 米娜拉呢 他对于青岛医来说是中场的一个轴 基本上 由手转弓都要经过他 来左右调度 黄牌 马尤斯打的右边啊 实际上他也不一定就在右边活动啊 或者当鞭子右边风使 嗯 他跟亚里山德里尼一样 亚里山德里尼实际在开始那个阶段啊 一般也让他打右边啊 或者他活动的时候在右边接球 但是他内切厉害 对 亚里山德里尼是不是就是一个左脚 他内切特别厉害 切进来啊 他可一是传球的这种点多了 是吧 嗯 另外一个他越切 这个角度越大了 他说中路怎么打 包括远射这都有机会 马尤斯在倒队之后 还把这个刘嘉珊撞了一下 是啊 这两个人这一下可能都 有点受伤的球 这个任意球没有发好 刘震里直接把球没收 刘嘉珊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再次上场 下半日往后打呀 可能双方进攻的机会 这个多一点 为什么呀 因为体能一下降 防守的力度下降 对不对 这个可能一些小的失误多了 当然是不是你的进攻队员也会 体能也会下降 对 进攻实力也下降 这都跑不起 所以说在双方在进区 那接球的机会有多少啊 都不少 这都不多 苏组 这球越位了 皮皮体育的球迷朋友 本场比赛进球之后 苏宁易购将为大家送上现金红包鱼 抢好货就上苏宁易购 再给 阿里山德里尼把球控制下来 左脚分到了右边路 队友套上 高翔在跑位也没有给 自己要加速了 适抢好货就上苏宁易购 这球的球传的稍微有些短 犯规 黄牌 王鹏 直接把杨宇放 其实在运动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的时候 这定位球啊 可以好好利用 没错 永昌上半时的最后阶段啊 定位球不少啊 那连续的角球 界外球也有了 就看你能不能利用好了 哎 定位球呢 嗯 因为王栋上了啊 王栋是有日子没见着了 是 王鹏也是下轮停赛了 因为已经累积四张黄牌了 在边路 打到左边 米娜拉这一下停球没有停好 不过第二下处理还不错 左边王伟这一侧呀 进攻确实上的萌 是吧 嗯 哎 就让他打开左边那宽度 但是这一侧呢 实际上 永昌下半时一个调整换了啊 就是 就大概知道你这套 还是往这边打 嗯 听得不错 王伟再给 哎 你看 有接应呢 是吧 对啊 送身的一个接应 是 杀到了进去之内 拖一下 再给 还有 捉脚 嗯 你看 是吧 左边知道你是换了他还这么打啊 嗯 他就是他跟周俊晨这两个人 这种送身的接应 周俊晨突破真好 对 而且周俊晨确实在那个位置啊 拿球突破 赶突破 这节奏马上快了啊 是 是 左边转 这有套的 哎呀 周俊晨再给 哎呀 这这这这这球不着急啊 是吧 左边套上去 还是给王伟让他从那打 曹轩过去也是杭州旅城的球员 嗯 王栋要上啊 杨宇下 老家换老将 哎真是 我不说了吗这个 这俩过去都是打 真是就打六号位啊 嗯 这个 杨宇过去的辽宁就穿六号 嗯 中后位能打 嗯 外围左脚的打门 高了 你拿啦还是要打左路 但是这一脚转移 直接出界 分别 苏祖 还是跳长船 左边有球啊 这种转移球 现在机会也不好 是吧 这实际是在一种静态时 这种状态下的传球 人家这后卫 位置都站住 自己队员精硬的也没动 王伟 其实王伟这样的 跑上跑下 对他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 没错 前场的任意球机会 马修斯 左脚 远点 炫到了后点 门匠了 刘震里 单拳把球击出 王栋 这边直接垫出去 有没有反击 投球再点下来 马修斯 左脚直接送中路 奥斯卡 敏达拉 这一下的防守很关键 又抢下来了 进区之内 左脚再传 第二球 有球那区域有点乱啊 防守呢 因为人也在那堵着呢 有球的那一方呢 也没有及时把球传出来 十折 是不是有点问题 还是要扔手榴弹 进区内第一点 强点犯规 刘家深 他也挺累的 之前八场比赛 也全部打满全场 百分百男士定制 青阳邀您观看中超赛事 冠军表现 无懈可击 让林山德里尼 路加深 再给中路 黄东 无懈可围棋 要长传 哎哟 这巧啊 但是没队友跟进 对 这给的巧 昨天从这一下 还是有创意啊 思量破千斤的 嗯 黄东 这边再给 肯定aff 请 Exodus 您好 Чтобы放下 父宁哲 我现在对你做什么 ıyoruz 祖宁哲 送过来 打出去 再给 转过身 马修斯 左脚的打门 有加深挡出来了 远射多 是吧 想往身后拿球啊 或者进区内打门太难了 所以一般都在外围又是远射 可以试试 打进去不容易 这就是说不定实际上什么呀 欧海上了亚历坤德里尼啊 他拿球以后应该围绕着 他还是打点配合 是吧 他出球还是好 但是永昌这边现在出球有点麻烦 投金了 刚才其实实则就已经在做这个换人换人的手势 就是在坚持吧 对 场边没做好准备了 你说现在下去不行啊 少人 就是坚持不了 王伟和周俊成被叫过去了 还是想在这里这条边路上做文章啊 他这边确实打得好 所以为什么不坚持呢 是吧 对 这边有能突破的啊 这个王伟本身套的也不错 嗯 燕子豪要上 嗯 燕子豪过去是打左边后卫 亚历山德里尼上场之后呢 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我要试试跟他能寻求配合的这个队友啊 现在还没有站住 哦 克莱奥要上了 克莱奥要上啊 第一次首发 这牌现在都出来了 嗯 换朱剑茹 对位 对位换人 克莱奥也是久违了 是 赛季第二次出场啊 好 哦 彰子豪还是打左路去了吧 嗯 王伟好像换到右边 嗯 这样的话 王伟应该是和高翔配对 高翔在边的 啊 和左边的进攻 叶子豪过去边路进攻也很强 是 克雷浩 拿球这一下不错 可以 最后这一下慢了 对 苏祖的补位 拿球转身 这是好中锋必须具备的素质 是吧 尤其是背身接球的时候 摸脚直接是开过去 没有自己的队友 本编路 这一下 没有挺好 奥斯卡在找人 马修斯 进去之内要争头酒 这球传得不错 正好传到的中后卫和边后卫之间 网洞 进来球 进来球 这样的话 叢 Ros 尾桥 這是不是手球了 這已經是冰敷了 這是抽筋了 對 實則挺拼的 進攻怎麼改善啊 就是你有球的時候 後場隊員一定要上去 是吧 一定要上去 這樣的話你才好打呢 否則的話你後面不上啊 前面老是人少 人家防守人多 你在哪個區域你都沒有優勢 這球沒有過去 可莱奧進區內的感覺還是好啊 現在不知道他的體能怎麼樣 是吧 人家體能現在沒成問題 這還真有威脅 畢竟是下半場出場呢 應該還行 過去我老覺得 我覺得他體力反而特像這卡瓦尼 哦 是吧 這個長髮也行 是啊 這個早期在恒大剛來的那種階段 啊 覺得特別像 黃東這邊 再給 雲娜拉 雲娜拉 外圍倒 哎呦這腳轉移 不過還有人啊 燕子豪停下來 再給 周俊成 這左邊這個 他老是想要從這邊打透 外圍王東漂亮 再給 燕子豪 蘇祖這一下可以 還要從這打 王東確實要啊 剛才這一下假設真傳真漂亮 又開始 是吧 嗯 亞歷山德里尼過來接 這邊三個人打 還有機會 亞歷山德里尼 又是前場的逼搶 就在這區域跟你一起打呀 打出來 燕子豪左腳在45度 克萊奧沒有爭到 沒錯 是吧 克萊奧你別看他上來以後 不一定拿球多 但是他現在在進區內活動啊 對整個的勇唱的防守 牽制非常厲害 是吧 你這中外就得百倍的小心 得跟著他走 有的呢你可能邊路 不一定能補出來了 這回這個青島黃海打得有點意思了 對 特別是左路 有特別左路 是吧 亞歷山德里尼過來一接 嗯 進區之內 又是蘇左 好 變一下反擊 再打給奧斯卡 嗯 這會打開了啊 嗯 武昌的反擊 武昌的反擊 再給 左腳的打門 打門 腳球 嗯 馬修斯的打門 三個人接近打成了 是 來看看啊 給了一隻船斜插 然後呢 進去 馬修斯是不是是一隊友 隊友在喊這球要不要傳 是吧 那意思 你別讓了是吧 我這球打 人家沒什麼問題 雙方這機會現在都多起來了 是 對吧 黃海現在放開了 左邊路這一下啊 不斷地從這一側增兵啊 就是想把你這次打穿 而且克萊奧上場以後 確實進區內的威脅增加了 嗯 但是你這麼攻啊 你覺得機會來了 實際上永昌的機會也來了 就是他的反擊的機會 效率增加了 這一下 看看青島隊的反擊 燕子豪在帶球 給過去 打到另外一側 再快一點 是吧 最後這一下打得克萊奧的聲音 克萊奧剛才房定位球回來了 對 現在呢一有球以後 他還沒上去 前面實際上沒人 為什麼連續在這兒 橫傳小球 就是他前面沒人啊 你沒法往縱深的打 對 還是打左路啊 但是這一下燕子豪直接 他跟周俊辰是吧 他拉到邊了 周俊辰收到淚部這兒 對 他收到這兒以後 這個對你的防守影響就大了 你邊後我也不可能跟著他走 是吧 後腰你要橫向移動過來呢 速度可能也慢 這是給永昌隊替補習啊 這是鄒正吧 是吧 溜溜答答的 鄒正說什麼 鄒正 今天沒上 其實之前也有傷 現在應該是 這倆原來都是青島隊的 好了 那會兒 鄒正編後衛 朱願榮的前門 對 還有宋龍 宋伯 劉建 什麼姚江山 孫江山 很久遠了 很久遠了 左邊後衛是郭 這這這這 是是是是 是誰來著 郭濤 是吧 鄒正他們倆一人拔一邊 鄒正本來也青島人吧 青島小閣 這邊也換人了 這是王子豪上的吧 換一下他中紀宇 不是郭濤 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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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號郭亮 他跟鄒正一人打一邊 郭亮後來還打後腰 郭亮後來還打後腰的 青島一降級 他這個 那批球員其實都出來了 對 都走出去了 這都等說什麼了 讓財法員聽著了 這幾個萬元實際上 是吧 如果這個莫里奇在的話 這幾個人能不能敲起來 也互相之間是有配合的 當然了也別忽視我們本土球員的存在 是吧 該傳的時候要傳 是吧 黃棟 再回座 搞 明天的一刻 王子豪 再给 安归了 这一下确实 我已经踩到了王子豪 又是出界了 青島黃海這種手勢啊 永昌還是不好打 對吧 你要衝擊高球 你現在你沒有優勢 而且呢 現在的奧斯卡跟馬修斯 這兩個人也比較膩啊 就這兩個人踢 對吧 其他人參與進來的參與度也少 這個你就不好踢了 你要說反擊這樣打沒問題 是吧 但是陣地戰你不多人參與 不更多的有配合 這個打不了啊 感覺現在態勢上啊 青島黃海似乎是好一點 是 是吧 似乎是向著對它有利的方向發展 又是吊長船 吊二點啊 這個球啊 長船實際上一點 它拿沒問題 但是呢 這個進攻這一側 還是應該要搶 是吧 二點搶 在那個位置 你要搶下二點來 這個進攻就厲害了 就太危險了 馬修斯真的是滿場飛奔 看不出他已經37歲了 是啊 真是能跑啊 對 不好翔 因為亞歷山的領域基本上就往左邊靠了 江島黃海還是把自己擅長這邊的打好了 特別是這一側 左邊這一側 是吧 永昌現在反擊進攻的時候啊 基本上不走邊了 或者說走邊的時候倆進攻隊員拉在邊上去 是吧 就是馬修斯跟奧克塔還是倆人從這兒 縱身啊 就是穿著斜插啊 這麼打 其他的參與就少 我感覺這永昌現在稍微有點示弱 我感覺這永昌現在稍微有點示弱 把球斷掉 把球斷掉 浩斯卡 投球一點 高點 還是把球破壞了 這次是中後衛劉家申過來的 一次協防補位 進去也沒高點 只能打出來 瓦修斯還是漂在外面 而且還打在了裁判員的身上 高翔這個時間 他拼得也挺能下降的比較快 這一下應該是打在了 沈壹豪的身上 就是裁判的身上 要重新制一下 左路 酷酷來 不錯 左腳再給進去 謝謝 這碗球 越海球直接去到了禁區之內 投球 哎喲 蘇蘇還搶到了 回頭望月 如果偏了 克萊奧上場之後 其實青島隊還沒有完全利用好這個高點 但是他有牽制以後 他後邊就好打了 這後排隊員上來以後就好打了 這態勢有點像上半時 是吧 上半時開始那會兒隱昌是主攻 下半場 青島黃海的主守 對 雖然這青島隊看似進攻更加猛烈一些 射門次數反而永昌隊八角 是啊 他反擊的機會多了 對 你這個就是你有球不一定 老是這樣有球攻不一定 你射門的機會就多 是吧 你往進圈內輸送的機會少 反而你一丟球 這莫里希要在 他現在這種反擊威脅就更大了 這莫里希下了 反擊的質量效果差一點意思 是 再給看看克萊奧 這下沒有挺好的蘇族 這球把球斷掉 平常隊沒有反擊 轉出來動身打 哎 敲回找馬修斯 是吧 這球沒往前打 前面人少 王洞轉移 兩邊掉的時候 他因為長傳多 所以這球一般都是高球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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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個犯規 是 是吧 鄧志雲背後有一個動作 推人 任意球 看看王洞 右腳 門匠沒拿住 雞外球 超不亮碰了一下 嗯 沒有出界 馬修斯 硬湯犯規了 故意造犯規的 周映晨這個時間 其實他的體能也下降了 就是青島的這個雲觀仲啊 十五 奧斯卡 沒救回來 沒救回來 左腳 沒有穿透防線 不過還有機會 看看奧斯卡 這邊進來了 進區之內 撥一下 左腳再射門 還有機會 第二梯隊上來 扣一下 架炮 架炮 哎 腳下有些半蒜 不能在中路這糾結了啊 先上來 右腳 後點 奧斯卡要硬砸 表球 看到他把内球贴球那位置很好啊 自己没形成功本 对 朴士豪的穿球 点击屏幕右侧中超最佳评选活动参与投票 本轮中超C位球员由您决定 看看这边的脚球吧 可能进区内有一些身体的接触 要叫过来 我想警告一下 前点 蹭一下外围 狐顶 直接打呀 还有机会 警察队的反击 故意犯规 这是黄牌 王子豪 打越王后打 定位球越重要 当然这犯规的位置 这定位球远点 改成运动站 82分钟 比分还是0比0 现在有大前锋呢 稍微的好一点 是吧 我们常见现在手势 这个青岛黄海这边进区内立得打前锋呢 看看能不能利用好 其实克莱奥上场之后呢 青岛黄海还是没有打长船啊 打高啊 还是控脚下 主要还是利用他的牵制 是吧 适当的可以给给他球 对 这个支点作用现在基本上作用不是很明显 五颗围席 没有停下来 接下来就 现在我这边要高位逼抢了 前场就要施行压迫 然后 难了 不借了 老 因为这么攻啊 实际上他并不放心自己的防守 是吧 就是所以呢 也很谨慎 就不贸然的往前打 因为你这球球全给了 人家就一反击 所以他很谨慎 留下来 吴克维奇 还是要打边路 焰子豪 核维星已经攻 flood 中线了啊 是嗎 王栋 挑傳一下 這個麻煩事 是吧 怕時間就怕這個 馬修斯 但是馬修斯還是更想 給這個阿斯卡傳球 他剛才那下一攪往 左邊路一轉移多好 這球也沒人搶著 改成陣地戰 再分邊路 馬修斯一對一 邊兒要有接應 其實他又沒跑 對吧 馬修斯那意思 馬修斯我覺得他還是喜歡 自己這幾個巴西老鄉 是吧 願意來看看自己 先看他們的位置 畢竟好交流熟得很 蘇寧一購 這一減10%省錢計劃 好貨低價天天有 嗯 要聽上 重新 回給中後衛 投球一點 殺進來了 這可是個機會 進區內 左腳直前打門衡量 這是非常好的一次機會 最後應該有一個變線 擊中了衡量 看一下 給的這真好 是吧 中銜拿球呢 相當於什麼一個強 中衛牽制倆中衛呢 暫時沒出來 然後呢 跑了一空當 這球送出去 是 應該是直接打門擊中了衡量 我們說這個下半場出場的王子豪啊 衝擊能力還是挺強 這個賽季他出場次數不多 這球也就拿不了了 這個區域是人家邊後也看著的 是 奧斯卡 自己帶 再給這球殺進來了 單刀機會 看看馬修斯再給空門了 球進了 球進了 比賽第88分鐘 石家庄永昌把比分給改寫了 嗯 這塊馬修斯 這個球處理的可非常無私啊 是 沒問題吧 應該是個好球 應該是好球 應該是好球 這個剛才那一下 實際上 這個 遜到黃海的防線啊 已經給的敲響了警鐘了 是吧 那一下人家一機會 也打在門槓上了 藏一峰 把這個進球是獻給了藏一峰 也是祝藏一峰能夠早日康復啊 再來看一下 這是三箭齊發呀 沒有越位 扣插的馬修斯沒問題 再給應該也沒問題 這很清楚了啊 進攻還是 反擊呢 現在這三個點 之前呢 這個球 實際上是王子豪吧 陳普進的 陳普進的 陳普呢 之前有幾次啊 這個馬修斯實際上 那球一般不習慣給的 是吧 還是跟這個奧斯卡俩人打 這個球陳普跑位好 搶的這個奧斯卡姐妹了 給過來以後自己球也到 其實剛才他反擊的時候 他是越位位置的 是 這麻煩了 對吧 就是剛才實際一再提醒 請到黃海 你進攻沒問題啊 但是現在你進攻的這個連續性少 給對方的壓力沒有 一丟球 人家前面這三個隊員 他就被剪了 你的後備員都提到中線了 也有球模業在彈幕上說 得來手詩啊 嗯 來手詩啊 這比賽確實叫沉悶啊 有詩贊之曰 匹馬單槍敢獨行 催風破敵任縱橫 無心深藍未戰鬥 進球獻給藏一封 又是獻掛是吧 獻掛 不錯啊 挺好 這個連續這兩波的反擊 這剛才我覺得 不是說了嗎 黃海現在你這個調整了以後 實際上他是想攻的啊 但是他一般向前出球那很謹慎 但是你又不能不往前走 所以呢 後備員提到這兒 這真是得 他得小心扭昌推的 這還是反擊啊 就馬修斯到這會兒還是能跑的啊 是 太厲害了 一點都不像37歲 4分鐘的不是 這會兒開始掉高球了 嗯 對吧 剛才呢就是 青島黃海換人啊 現在他主攻的時候啊 球瞬間過了中線 就是後備線包括中場拿球的時候 這個 不知道怎麼處理了 是吧 是直接往進圈裡掉呢 還是把走兩個邊 兩個邊呢 現在的進攻能力下降 這一猶豫 中場那一猶豫 中場那一猶豫 抽了 是 剛才那波進攻啊 馬修斯這一下 給得非常的清楚 陳普輕鬆將就打進 也是魯能足校出品的一員小將 今天的賽後評書啊 就是在演播式環節結束之後 為大家帶來的是 木里奇的故事啊 如果您想聽的話 想看的話 可以在所有環節 演播式環節結束之後 繼續鎖定我們這一路流 一起來聽一下 木里奇的評書小傳 木里奇的評書 六百球制出來 直接掉了 嗯 這兩個外圓的調整呢 按說應該讓這個 熊島黃海的整個進攻端啊 要有大的變化 但實際上效果沒體現出來 而且呢整個的右邊 被封死了以後啊 也沒有更多的變化 這就有點麻煩 是吧 現在就是你 你現在攻 只有陣型的前提 實際上沒有給對方 形成更大的壓力 他還可以騰出手來去反擊 而且呢反擊 他的效率質量太高了 是吧 這兩個八七萬元 就可能這兩個人 就完成一次了 現在又增加了一個 這三個人打的時候 就更難受了 那你這條後衛劍 是吧 要把奧斯卡換下來嗎 還真適合 楊雲要上 楊雲上把奧斯卡換下 楊雲上把奧斯卡換 六師大腳 往外線代 像仁球分過 繼續淘 勝吃 嗯 按歸了 現在黃海的時間不多了 起高球一點 一點拿的並不好 再墊一下進去之內 停下來趕快解圍 五昌隊還有一個球員 陳普吧 大腿這一下應該有一點問題 應該沒什麼大礙 就對了 再墊一下 就對了 但是 對 開口半場 沒有頂到 貴才帆還得給時間 一點能拿不下來 任一球 這是吹了犯規是嗎 對 看一下啊 起跳 跳起來以後啊 蘇佐壓人認為 蘇佐的一次壓人犯規給了一次任一球機會 這應該是最後一次進攻了 趙普亮在佈置任強 高度上防守啊 實際上永昌蘇佐跟桃圈都夠 桃圈也是打個 對 但這任一球就不好說了 那里山德里尼的左腳 這會兒太緊張了 對 你看場邊的所有的人都站起來了 黃棟 這一打 黃棟 這球 全場比賽結束 這樣的話 施家莊永昌 憑藉著小將陳普的破門 1比0是戰勝了青島黃海青黨隊 拿到了3分 而且這個進球也是獻給了賽季報銷的藏一封 恭喜施家莊永昌 這場比賽也是一場熬戰 馬修斯確實發揮了隊長的作用 很不容易 普特比也可以進度一下 那這場比賽 對於永昌隊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一場勝利 亞歷山德里尼雖然他 批捕出場包括克萊奧都是付出 但是呢還是需要再找尋自己的狀態 也祝兩支球隊未來好運 跟大家預告一下 在演播室結束之後 所有環節結束之後 包括順彩啊 包括賽程結束之後 將為大家帶來的是 《評書小傳》 穆里奇的故事 如果您想聽的話 可以繼續守護在我們這一路流 我們也是稍事休息 一會兒回到我們的演播室 孟宏濤老師為大家分析一下全場比賽 一會兒見 去參選擇 unto歸史 成為兩支 成為4天 成為2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